公里何在 恐怕接下来这些学童的家长也要如此的呐喊 在花莲某国小在六年前爆发了体育老师性侵害女学生的事件 不过当时校长跟主任却是放任不通报 导致后续还有三万女学生再遭到性侵害 事情爆发之后 监察院已经弹劾了校长跟主任 花莲前县长谢申山也同意740万的国赔 但哪知道换了傅昆奇新县长上台之后 就撤销了预算拒绝国赔 被害者家属怎么能够接受 四名国小女生遭老师性侵 被害家属北上陈勤 因为原本答应国赔的花莲县政府 现在却临时喊咖 求求傅昆奇县长 不要让这些小朋友在夜里还继续 因为这件事情伤心流泪 也求求傅昆奇县长看到这些家长的无奈 性侵事件爆发在2004年 花莲县某国小金船体育老师 性侵一名女学生 但是知情的校长跟主任 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严重失职 不知道这个老师会性侵学生 可是没有人通报 也没有人调查跟解聘这个老师 而让这个老师继续在学校任教 导致后续有三名学生继续被性侵害 性侵女学生的老师被法院判刑18年 公立小学的校长主任 成了性侵害的间接共犯 监察院将两人弹劾 前县长谢生山也提拨了总额740万 同意国赔 但是现任县长傅昆奇上台后 却紧急挡下预算 县长傅昆奇冷淡回应 但是幕僚私下表示 国赔案尚未敲定 况且该赔偿的对象 应该是校长跟主任 而非花莲县政府 这是国内第一起 因为性侵害 酿成公务员遭弹劾的案件 同时也成了国赔巨富的首例 密西新闻众报导